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回解放权 要让整个中国付出非常可怕的代价 但问题是来了 现在中国也非五下阿盟 中国也是一个军事大国 你今天一个印太司令 凭什么对中国来校正 你现在在印太这个地方 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拉帮结派联盟的准备 我们看到今天日本的经济新闻就提到一个 我觉得也是天大地大的新闻 美国在日本驻军这不是新闻 如果你今天在日本驻军 你要在日本进行补给 你要在日本进行基本的维修 那都是合理的 可是现在美国跟日本 他们的维修进到什么程度呢 我不但在这里驻军 我在这里补给 我甚至我的维修交给谁做 交给日本的民间公司来做 也就是日本的川崎重工 日本的三菱重工 他们都是造船重工业非常有名的厂商 现在美国居然放心说 我这些的维修我要交给你做 交给你做我要缩短我维修的时间 甚至未来很多美国造船的工作 也会交给日本这些厂商 民营公司来进行 就代表军工产业的合作 已经不是在日本的自己军工产业合作 而是美国都可以跟日本的军工产业可以合作 另外就是过去韩国跟日本是世仇 所以日本的旭日起绝对不可以进到韩国的港口 现在韩国居然都说 现在旭日起你也可以进到韩国的港口 代表我们的历史仇恨真的可以放在一边 所以现在刚刚讲到的 现在有很多三角攻击 就是北边的美日韩 南边的美国菲律宾跟日本 而再把澳洲加下来 现在美国真的已经在整个印太地区 立下了重重的结界 而这个重重的结界已经帮中国层层包围 如果中国胆敢轻举妄动的话 这些国家真的可以介入吗 介入之后真的要让中国付出极大的代价吗 正好刚刚讲的时候 现在美国印太司令已经讲了 如果我有两个工作 第一个是中国不能犯态 如果中国犯态的话 我要投入战胜 而且我要取得胜利 你凭什么这样讲 刚刚讲现在美日的合作 我们刚刚讲已经是一个现在经营师 已经非常密切 可是按照日经新闻网来看的话 他们密切的程度 比我们想象更可怕 他们居然是不但是 国家的军事联盟 连军工复合体 军工产业都结合在一起了 对这个消息来自美国驻日大使 他说出来 因为他开始去思考说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我美国的船舰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在第一岛链就近维修 因为现在美国一旦发生了很麻烦 大型的船舰你要拆解运到后方 小型的船舰你用拖的拖到后方 你怎么搞打仗都不可能这样子嘛 对 所以你一定需要在地修补 我最近的距离就在关岛 可是我拖到关岛都要很久 对他们现在就要跟美国去 美国就来跟日本去谈 跟三菱重工跟川崎重工的造船大厂来谈说 有没有可能我未来出时候 我这个就地维修 就给民间公司做 对给民间公司做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你相信三菱跟川崎重工 这些民间公司呢 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讲 日本这些民间公司 在日本都是军工复合体 它随时民用转军用 军用转民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日本的很多很多军舰 都是三菱重工跟川崎在做的嘛 所以本来就 他们就熟门熟路 对 那现在美国需求有多大 真的非常非常大 打包我们待会来看 你看喔 美国现在在日本至少 航空母舰一艘 两栖指纹舰一艘 飞到巨头舰九艘 飞到巨头舰三艘 两栖土舰一艘 接着运输单路舰两艘 船船物单路舰一艘 少了一艘四艘 就22艘 这还是基本 现在动不动就双航母 甚至三航母跑到日本 对不对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 如何让日本 有这种维修能力 我要相信嘛 日本现在是亚洲 唯一有独立 可以做出航空母舰 跟那个所谓 先进潜艇的国家嘛 如果我的航空母舰 我的两栖登陆舰 我的飞弹驱逐舰 要交给你维修 就代表 我很多的机密 要跟你分享了 我所有数据 我所有系统 我所有机密 我所有know how 我都要跟你日本开放嘛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已经是美国关系 跟日本关系的再进化 原本的就是互相支援 但要相同口径 可是问题是连美国都不敢保证 他的东西德国能修 对不对 不好意思现在美国东西 日本可以修 日本可以修 而且为什么选择日本 根本不选台湾 不选菲律宾 因为日本真的是超级造船大国 而美国现在逐渐萎缩 你知道吗 现在有统计 美国在没有战争的时候 伯克级的军舰 维修平均delay26天 这是很夸张 因为这个攻旗 这不是画park game 它一定都是有固定的攻旗 可是问题是 现在就是说 一艘船进去 假设一个月 它就是一个月26天 就是delay26天 这平均delay 所以它的维修能量 在萎缩当中 那日本没有吗 我先讲 美国在维修 它维修的原因是 原本在柯林顿时期 美国有十艘大的船屋 是可以做大型军舰 现在只剩六艘 因为用不到成兵时期 船屋少了 对 船屋少 可是问题是 日本非常非常强 我们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谈 日本在做它的 最上级的巡防舰吗 对不对 什么熊野号 什么都来了 一年造四艘 两年造六艘 我们搞国舰国舰 要搞多久 日本是说做就做 而且日本的包含 蒼龙级的潜舰 都是随时改朝换代的 所以日本一直保持 这么大型的能量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川崎跟三年 不是只做军火生意吗 美国那些原本船屋 只做军火生意 对 军火没打仗 就没得做 对我打中东嘛 我跟塔利班打 我不需要船舰 就我也说 跟日本没有差别 它本来就做全世界 重型邮轮的生意 而且你仔细看日本各式各样的港口 包含佐世保的大型船船 那真的很宏伟啊 再加上你知道吗 日本还有目前全世界 最大的这个起重机 250吨的起重机 你说这个是日本的船屋 这个是它最大的起重机 可以200多吨 250吨起重机 但我讲到起重机观众朋友 尤其是关键时刻观众朋友 一定会想要调到台中的那根起重机 台中的起重机多少吨 三吨 那个三吨 对 这个250吨 这个250吨 这很夸张啊 就这个是世界现存最大 是那时候在二战时期留下来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起重机 是真的非常非常夸张 而且我现在才知道 佐世保是大核舰的基地 对 所以说这个起重机 可能是当时去掉那个大核号 把它掉起来的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这么好的伙伴 我当然要使用嘛 我在所谓的这个训练 在所谓的维修后勤部分 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美国在日本盟友 这个佐世保基地嘛 天呐 日本已经非军事化了 在日本非军事化的状况下 它竟然已经保留 它的军港 它的维修 它的船屋 还是世界第一 因为日本一直梦想 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非军事化 回归正常化 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来说 包含三菱川崎 这些 包括过去 原本做军事的转成民优政府也大力支持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已经存活下来了 所以日本变成是少数有这个民间企业 有过造航空母舰经验的嘛 所以现在日本转型非常非常快 另外一件事 因为我们过去讲打仗 讲太多什么船间炮力 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打仗打什么 打后勤 打维修 打训练 这是恶务战争 不是武器的问题 是一边后勤补给 一边在训练 对不对 日本此时此刻 也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训练基地之一 状况是这样子 日本 你可以想象 大家观众朋友可以猜猜看 日本到底有几个美军基地 几个 大家可以想五个 十个 二十个 对不对 131个 很夸张啊 美国在日本有131个训练基地 对 131个基地 不是训练基地 对 包含佐世保空军基地 这算一个 对不对 所以很大很大 好 那这个呢 有人说只有量 对不对 没有 量跟指都兼具 50个最大海外基地 比如说美军 其中18个在日本 日本非常非常大 而且像这种基地里面 不是只有驻军 我们讲 我们不谈驻军 我们现在谈的是后勤跟训练 比如说 我跟大家讲一个叫做汉森营 汉森营在这个冲绳中部 里面有6000米 美国的海军陆战争在这里面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汉森营 那都是美军 对 那是汉森 对 美军在汉森营里面干嘛呢 他们来做所谓的海军陆战队训练 所以很多是菜皮疤 过来这边特别训练的 然后训练的里面呢 有包含的这个超过100栋的建筑物 就是去做各式战场模拟的 而且你知道里面连什么都有 连军事监狱都有啊 比如说那种冲绳酒驾怎么全部抓到这边 汉森营全天都有 军事监狱都有 好那除了汉森营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跟大家介绍 叫做钢萨维斯营 钢萨维斯营我先跟大家讲 他在这个冲绳的中部有大概27平方公里的重移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钢萨维斯营 这个东西美军在这边训练丛林作战 打越战时候的美军 先来过这边再去越南啦 都要在这边深圳熟悉所谓的丛林作战 这些都是美军 对 都是金髮屁 后来这些我是黄皮肤的 他们是在日本受训练 在日本受训 在日本受训 就是说你看因为他在日本找 因为日本很难得有这种丛林地形 找到把他牵起来27平方 27平方公里的丛林 27平方公里没有听错 非常非常大的丛林 然后所有美军在这边看 全部是金髮屁股 然后在这边去做受训 所以你看日本对于美国有多重要 我日本跟美国 你看是军事上的支持 是经济上的支持 是后勤上的支持 是维修的支持 难怪他这么放弃日本 难怪他放弃日本不会叛变 我的军队就在你的心臟里面 连训练都是靠日本嘛 对不对 那军队就在日本心臟里面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美国可以那么信任日本 或者说完全不怕日本叛变 现在保守估计 131个驻日的美军基地 有5.5万的美军 那这5.5万是可以随时发动 一个夺权战争的 可是反过来说 日本愿意让那么多美军 放在我的国土里面 其实展现了也是跟美军的 百分之百开放嘛 所以你不用怀疑我 所以美国跟日本两国的这种感情 或是坚定的互信 这很难以想象的 而且你从来现在看 它什么基地都有 海军基地有 陆军丛林基地有 现在这个空军基地都有 我们现在看这是普天间的基地 普天间基地有什么大量的F-35 跟大量的渔鹰直升机嘛 对不对 渔鹰机啦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F-35是做什么 做这个短长起降嘛 它是做这个日本的这个 闪电航母去做起降的 那渔鹰机也是做两栖登陆之用嘛 所以你看日本跟美国现在互同成将 维修靠日本啦 那系列靠日本啦 后勤靠日本啦 住地靠日本啦 甚至连经济科技都靠日本 美日的同盟劳不可护 好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 你说那是非常重要的讯息是 韩国跟日本 以前关系非常的紧张 有一段时间还把军事互信机制给拿掉 现在虽然隐形院上台之后说 你不要为了一百年前的事情 下跪道歉我不接受 两边关系好 可是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说你的日本的旭日旗 就是日本的军旗 你竟然可以进到了韩国的港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日韩两个军事的部队 就真的结合在一起 如果日本跟韩国两个部队 真的完全结合在一起 那就是冲着中国而来了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旭日旗 它有一段历史 以往在二战的时候 它是日本的军旗 没有错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对旗 我要强调它是对旗 它不是国旗 它是对旗 所以照道理讲 军舰你其实可以挂国旗 不一定要挂对旗 当然你对旗要挂不挂随便你 但是一定要挂 你的国籍的国旗就是了 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挂日本的 一个白色的布 然后里面一个红色的 这样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太阳旗 但是为什么会挂这个旭日旗呢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因为它变成说现在岸田文雄 跟尹席月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讲的话 是一个象征意义 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 怎么讲呢 如果说我挂一个旭日旗 如果你尹席月都愿意让我进来的话 那就代表说你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那叫有点煞血为盟的感觉 以前来讲的话 其实在奥运来讲的话 曾经有被禁止说 希望能够日本方便不要去拿什么旭日旗 进到会场去 那像这种来讲的话 就是体育赛事当中去禁止 但是如果像这种军舰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你用了你的队齐 然后刻意的升起来的话 那代表说尹席月同意的让你进来 那就代表尹席月是真的跟岸田文雄 是真的要煞血为盟 是因为不顾国内的反对 你看到 那个何学 你看看两张照片 对 看到右上角 这个韩国的民众对虚日企也好 或是未安妇的议题也好 你知道我们曾经在韩国的时候 曾经看到那个韩国多粗暴 他们对于这种日本过往统治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其实比中国还更粗暴 比韩国来讲他的民族性的原因 所以他们对这个政府 而且现在很多人跳出来批评说 尹席月到底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 都是在骂这件事情 但是尹席月这样做 在韩国内部有很大的反弹 对 有很大的反弹 那他必须要有肩膀 政治肩膀去担负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嘛 那如果你这个压力都扛不住的话 你怎么扛得住 所谓的美日同盟底下之间 或是美日韩同盟底下之间 国内 他韩国国内有任何反对的声让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 也是西方国家在测试 尹席月你到底是 投机取巧的来清美 或是清日 还是你真的有心 如果你能够挡得住 你国内的特别压力来讲的话 那我就认为是完真的 你这是同名状 对 完真的话 那接下来岸田文雄跟他 就有好玩的事情出现 就接下来岸田文雄会给他 一些相关的东西 好 那另外刚刚讲的 我都没有想到说 现在你在两个国家 军事同盟已经不得了了 你光这个等于说 你的军事互信机制 或者是你军事的coding 是用一样的 那不得了了 现在美军对日本信任到 我的战舰 我的船舰 甚至我的飞机 我可以利用你的三菱中工 川崎中工来进行维修 三菱中工 川崎中工如果可以维修的话 就代表 我很多船舰跟飞机的军事机密 你是可以分享的了 对 而且是规格化的概念 那如果说川崎跟这个三菱中工 都可以拿到相关的这个数据来讲 我相信他们对未来日本的 军工产业的发展 也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他不只是维修日本的军工 他也可以帮忙协助维修美国军工 那代表说整个美日来讲的话 他是一体的概念 所以对日本来讲的话 他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怎么也一样 取得美国的新任 而且现在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 日本的捆龙所 以及日本所谓的正常化国家关系 国家化的地位来讲的话 都是这一任岸田文雄 他极力要完成的 所以他不得不 你看到G7 西大工业国 他宁愿去得罪中国 还有他游走各国 都在做一件事情 还有所谓的RAA 就所谓的居事准入协定 这些都是岸田文雄在布局全球的一场棋 所以如果说他连在产业部分 都可以拿到美国的这样的信任来讲的话 对日本未来发展是有帮助的 好 校尉 另外一件事情讲的 美国印太斯林阿基里诺 他在一个公厅会里面讲说 我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 防止中国入侵台湾的战争发生 如果我的第一个任务没有达成 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 准备好作战 而且我要取得胜利 就代表我已经备战了 就代表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校正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作为 他凭什么这样做 他准备好了吗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校正 他呢 军人来讲 就一定是要对最坏的状况 做最好的准备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太平洋地区 大陆要发动这个统一战争 那对美国来说 美国就是要全力阻止嘛 那美国要全力阻止的话 他凭什么 因为其实以太平洋地区美军来说 阿基里洛他就是太平洋 印太指挥部 他是最高的负责人 他底下有哪些单位呢 很重要的是太平洋海军 也就是太平洋舰队 还有太平洋空军跟太平洋陆军 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空军 基本上他的行动力就包含了整个太平洋地区 甚至包含印度洋 那这时候他其实主要依靠的 像以太平洋舰队来说 太平洋舰队他底下就五艘航空母舰 五艘航空母舰 有一艘前进步数到日本 五艘 对 而且五艘是随时可以作战的 包含像尼米斯号 最近在台海 然后前一阵子刚去佐世保的 另外卡尔文森号 最近正在前来西太平洋 要准备跟尼米斯号进行防务伦地的 然后罗斯福号 然后还包含林肯号 去年环太平洋演习的 还有在常驻日本的雷根号 刚完成大修 准备要去澳洲进行演习的 那这个航空母舰 一共有五艘 其实像之前 阿基里诺手上管五个航空母舰群 对 没错 而且当初尼米斯号 来西太平洋巡弋的时候 大陆的一些军事 一些军事王族说 哎呀 尼米斯号很旧 全美国最旧的航空母舰 1975年开始服役了 我们的福建号多新 我们的山东号多新 但是说真的 航空母舰的战力 不是看几年下水的 几年服役的 而是看它上面的舰载机 对 以舰载机来说 它现在在太平洋地区 有五艘航空母舰 五个舰载机连队 每一个舰载机 有四个超级大航空中队 或是现在之中 已经有两个 被F-35C给台湾了 像比如说 马上要来西太平洋的卡尔文斯号 上面就带了一个F-35C的中队 那另外其实还包含有 那个电站功能超强的 ES-18G 还有包含像预警机 E2D等等 还有包含反潜直升机 虽然说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 上面的飞机的数量 比过去要少 大概呢 以前有90架 现在大概只要70几架 但是因为效能不一样 以前我今天我要炸一个目标 我可能炸一座桥 我要一个中队的飞机 却还炸不到 现在我一架飞机 就绝对可以把你这个桥给炸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不需要那么多飞机 我只要有那个飞机 能够达成我这个战场效果就好 再加上其实这些航空母舰 本身它除了自己能够搭载 这样一个舰载机连队之外 它另外还带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护卫舰 像比如说你看在日本 就那个有将近十来艘的神盾舰 那个你如果说 今天你跑去横须贺军港 然后搭个这个游港船 到美军的这个横须贺军港 前面绕一圈就可以数 今天有多少艘美国的神盾舰在港 其实不止止有在那个日本有神盾舰 你说在整个美国 它神盾舰更多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太平洋海军之外 对不对 太平洋海军 其实另外还有个最厉害的潜舰部队 像上个礼拜 它呢公布了一组照片 那个美国的那个免英号 免英号 对 然后呢跑出来干嘛呢 当然那主要是要威辙那个俄罗斯 就在菲律宾海跑出来了 对 菲律宾海其实你知道 它那个距离 大概我记得那个估算 就离那个冲绳 也就是那个琉球群岛 大概差不多直升机飞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距离 也就是说其实就在 琉球周边的这样的海域 所以它的超级海肘码 就在琉球起飞 然后对这个免英号进行补济 对没错 距离这么短 然后美国就在这边把实力拿给你看 那更不要讲太平洋空军 太平洋空军在阿拉斯加 有一个完整的F22连队 在夏威夷有一个F22中队 那现在他们这个中队 那这些的F22战机呢 他们现在轮流的轮替 会进驻到日本的这个加索纳基地 因为加索纳F15 要开始渐渐的这个太幻星的 那甚至你说严国基地呢 严国基地有包含 美国陆战队的F35B 还有包含呢 那个各种的余音机等等 它可以搭配到美军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它真的需要面对最坏的状况 这时候它其实可以动用到 至少这五艘航空母舰 至少三到四艘 然后日本基地的所有的战机 还包含我们刚刚讲 从阿拉斯加 然后从这个夏威夷 前进部署的战机之外 甚至于还可以动用到 美国本土的战机 来跨区增延到这个区域 所以对于那个 美国的这个太平洋指挥部 指挥官来讲 他其实可以说是 大概以美国现在武器库来讲 因为过去美国的重心在中东 但现在那个重心 从中东转移到这个太平洋地区 另外刚刚讲的 现在不是说我自己的军力很厉害 刚刚讲的美国 韩国跟日本已经结合了 所以我们讲在北边 有一个美国 日本 韩国 我现在在中间有一个台湾 当然台湾因为政治关系的关系 我没有把他加入 南边美国 日本 菲律宾 又一个三角 然后再往南 就是美国 日本 还有澳洲 它是层层叠叠的 等于说环环相扣的 就对着中国的吗 其实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 这些他的伙伴国里面来说 我个人认为对美国 就是说服从性最高的 也就是完全依照美国的 在印太战略 在进行协助的 基本上是日本还有澳洲 因为其实日本跟澳洲 这两个国家加总在一起 所以日本来说的话 他除了拥有 他自己本身的 跟驻日美军之外 还有包含 其实日本有非常大的一个 他的自卫队 他的航空自卫队 也是有F-35的 也是有F-15的 海上自卫队 他的海上自卫队 现在有八艘神盾舰 另外还有一大票的 包含过去的 什么春雨集高波了 到现在什么秋月了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作战舰艇 他现在最新的 最上级已经六艘下水了 对 而且日本整体来讲 他的国防工业的 这个潜力非常大 可以支持他整个 而且日本最重要的是 他经济够强 因为如果经济够强的话 才养得起这么多军队 军队基本上是一个 全然投资 他不是一个生产事业单位 对不对 所以能够养这么多的 这个军队 基本上来说 他在这个区域里面 能帮助美国最大 就是日本 那澳洲次之 但其实澳洲来说 由于靠他这个天然资源 他也拥有一个 相当良好的国防预算 甚至于未来 你看美国还要跟澳洲 联合建造新的 这个核动力潜舰 让澳洲的核动力潜舰 未来呢 也可以再包含像南海 印度洋等等 协助美国在这个区域之中 执行他的这种 海上封锁任务 好 所以 董事长 你刚才讲 今天阿基旅游 他讲的话 底气何在 底气真正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布阵完了 本来以为 我只是滨海作战团 没有 他是层层交错的 我最意外的是 你现在 美国跟日本 两个国家的军工复合体 居然可以结合在一起 我们 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谈的 数量的对比 其实一旦交火的时候 因为他 指控军如果打的时候 就考虑到 你美金会过来嘛 那你进不了 让你 你没有办法离开你的第二岛链的日军的基地嘛 让你没有办法进入西太平洋嘛 那听他的口气来讲的话 那个好像不是问题啊 好像解放演讲这些 他就没得跟你信道嘛 那他为什么 你刚刚讲的很 对啊 他这个司令有什么底气呢 对 他有什么想法说 我根本就不甩你 就是你这要打起来 你不敢打 第一个 战争变幻莫测 你怎么跟你讲的这么展丁节铁呢 是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在被灌输的观念里面 就知道解放军有空忧 他有飞弹 他可以过保核攻击 他可以封锁台湾嘛 不是在前几个月 我前几个礼拜 他不是做了一次的封锁的演习 做了一些动画图 画给我们看 他在我们的台湾的外海 在我们公海部分 包括我们的中线部分 他可以用密集的这个飞弹跟炮火攻击 而且他现在的飞弹 他现在的火箭炮的射程 已经可以到四百公里了嘛 直接穿过台湾海峡 可以 就是类似 他的海马式 他的海马式已经可以打到台湾了嘛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到的问题啊 结果这个老哥现在告诉你说 那都没问题 我告诉你我能够弄你 那他能弄他的时候 他一定有某些具体的战力 跟作战的具体的参数证据 让习近平知道说 你不敢动手嘛 这个才会有意义嘛 美国的印太司令阿基里洛 在纽约一个讨论会里面 别人问他整个印太的状况 他现在怎么讲 他说我有两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我要防止等于说 中国入侵台湾这个冲突发生 但是第二个什么 如果我的第一个没有达成 就是我没有防止这个冲突 我就已经做好战争准备 我不但做好战争准备 而且我会赢 就代表什么 第一个 你中国不要跟我打 你中国如果要打的话 我就会打 而且我不但会打 我还会打赢 这件事情应该是想讲 这个阿基里洛真的是蛮厉害 他放狠话 而且这个狠话会被留到什么 留在美国的听证会上面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来报道 阿基里洛礼拜二出席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讨论会 那讨论会里面阿基里洛直接讲白说 我的长官只给我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去吓一下中国 吓到他不要打 我们就一直武装 那中国不敢打 大家皆大欢喜 那如果中国不买单的话 我就要打 而且会打到赢 然后取得胜利 他讲白了耶 中国不是我对手 非常 不知道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对手 可是大家所谓的弃台论在谈什么 他老美会被打吗 对 现在印太司令直接跟你讲 我就是会打 我会打 而且会打到赢 而且他还在里面 警告习近平说 这个战争不会是像俄乌战争 不会像普丁以为的俄乌战争 几天都结束 会打一大段时间 而且你只要敢打 国际社会会团结起来 会一起来制裁你 一起来攻击你 他在威胁习近平吗 对 所以非常非常狠 所以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确实很多人都真的 哇 你真的是下定权 把所有气台论都打脸了嘛 他哪来的底气讲说 我如果要打我就会打赢 原因是 所有的包围网 已经包围网成了 包围网好了 对 没有错 他的美日韩包围网 美日飞包围网 还有美飞澳的包围网 三个金三角都已经包围网了 对不对 美日韩我不用讲了 韩国在选举选过后 直接靠到美国队 然后美日飞 这也不用讲嘛 对不对 菲律宾现在靠到美国队 澳洲本来就美国队 所以美飞澳 这样的三角就是 在整个第一岛链 对 你看 你说层层交继的 对 这边有一个三角 然后下面有个三角 然后到澳洲这边再有个三角 所以这是好几层的 所以第一岛链的包围网 坦白讲已经完成了 而且美国除了在这包围网 做包围网 在这个第一岛链他还干嘛 还搭起了核保护伞 这个核保护伞是什么 他们说美国跟日韩都有协议 如果这两个国家被攻击 尤其是核攻击的话 美国会用核子弹打回去 对 更夸张是有记者跑去 说吴钊燮 说吴钊燮部长 有没有跟台湾谈过 吴钊燮说 台湾有没有在核保护伞底下 对对 吴钊燮有谈过 但是细节不能跟你讲 不可能说不要嘛 他跟台湾谈过核保护伞 吴钊燮说有谈过 但是细节不能讲 可是很简单 我们美国问 台湾我要拉个保护伞 你要不要在里面 我不可能说不要嘛 对不对 还说不要 我淋雨 不可能嘛 那整个核保护伞 那低岛链已经完全撑起来了 另外对于美国来说 我打仗 我打的不是战争 打是后勤嘛 对不对 俄乌战争就知道 拼气场嘛 美国现在也在思考 如果打起战争 我的军舰如果坏掉 我要拖回关岛修吗 我不可能在关岛修嘛 所以现在美国跟 所谓的三菱跟川崎啊 干嘛签约啊 因为日本的三菱跟川崎 本来就是日本最好的造船厂 对不对 现在日本所有的军舰都他们做 现在美国跟三菱跟川崎签约 未来打仗 超过20款以上的军舰 在这边日本可以就地维修 那F-16在哪里修 在台湾维修嘛 对不对 就地维修 就地维修嘛 所以这个交织的已经是完成了嘛 就是到底在哪里 后期哪里保障 哪里这个维修 都已经有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美国第七舰的 其实一直不是完全体啊 什么叫完全体 美国第七舰有一艘航空母舰 一直在大修 叫做乔治华生存号 乔治华生存号 现在维修了六年了 这六年是什么 是大升级 因为一艘航母的 这个寿命大概是50年左右 所以它不会每一年都修嘛 它这个它是中期的时候 会做一些大改款 你的燃料班会重弄 你的系统会重改 然后你的所有界面变成数位 就是会全部重弄 乔治华生存号 做了六年 现在终于已经完成了 他要回到第七舰队 对 2024年会移到横须赫啊 来日本这边去做进驻 换句话说 美军也在抢时间啊 抢什么时间 我要在中国动手之前 我的第七舰队 所以所有的成员 要用最好的状态 来面对你中国的打仗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乔治华生存号的布局也OK的 那另外呢 因为呢 目标是中国对不对 老美在打仗 它会百分之百 模拟很多对手的状况嘛 过去我们常常讲 美国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 他会先去做所谓的假想敌中队 那个假想敌中队 那个俄罗斯的假想敌中队 是早餐吃饿式早餐 起床号用俄国的起床号 对 那对话也是用俄文 然后呢 我说战术战技武器 全部是俄文 他们百分之百模仿嘛 对不对 现在美国也成立了 中国的假想敌中队啊 这个假想敌中队 假想敌中队完全以中国为主 对 这个假想敌中队很厉害啊 它是所谓的F16C跟F35A 来做假想敌 F16C去模拟歼兼20 你看多不给中国面 中国人一直觉得 歼兼20是这个第五代战机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用4.5代来模拟 然后呢 F35A去模拟歼兼31 他就认为歼兼31 可能有第五代战机的可能 所以你看 美国是用最高规格去模拟 那未来这些所谓假想敌中队 就是以中国的指令 中国的战术来去做模拟嘛 所以对于从美国来说 我几乎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一代11 我觉得他说两个任务 一 防止冲突发生 二 如果冲突发生 我要保证战斗 而且打到赢 确实是有机会的 所以董事长 你讲 这个美国印太司令 阿基里诺 在这个讨论会里面 我只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防止冲突的发生 如果第一个没有达成 我就要投入战斗 而且我会取得胜利 你说这个是被放的 这是美国军方叫他放出来的 这是对中国的一个 最后的警告 这个话是战略层次的发言 其实现在刚好给台湾的政客 跟台湾总统候选人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那个总统候选人 三个人 两个人都在讲说 台湾要备战而不求战 现在刚好这句话 他就告诉你 我是在备战 然后备战不成的话 备战不成的话为应战 那你要看到他那句话 你重新再拿翻来那句话 我们把那个话来解读一下 你看他第一个 他防止这场 入侵台湾的冲突的发生 那问题他怎么防止 威吓 一定是他的威吓力的 他的威吓力 要能够展现出来 而更重要的 要让习近平相信 他的威吓力是有力量的 所以他不但给你看到 而要你相信他这是事实 那他怎么展现 我的恶害恶也来了 我的航空戒也来了 那都是我们看到的 还有 那都是我们看到的 还有我们大部分 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他有把握 我这个威吓力 是你看得懂 让你看得到 然后我一旦开始发动 你一旦发动攻击的时候 你立刻你会被 碰到我第二轮的 我要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对 就是说他的备战能力 跟他的备战的细节 他中间都已经让对方知道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 因为军事对军事 有很多机密的东西 它可能是卫星的东西 可能是雷达的东西 可能平常很多小的东西 平常在对阵 我们在台湾看到 就是说 现在中共现在 解放军的飞机 飞到我们西南空域 飞多少 那个老美根本 你看了没有 连干扰都不干扰他 你都不理你 为什么不理他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打仗不会存在 打仗不会存在 你不可能飞过来 就算被你打掉了嘛 你要飞西南空域 飞个鬼头啊 他一定有别的方法对付他 对 所以今天这个印太司令 这个阿基尼洛 他在公开在论坛上 放这个话的同时 其实他们在行为上 或在行动上 已经不断的每一次重复的 不是用口说的 他是用军事演习的方法 他用各种资讯的方法 让解放军知道 你必败 对 你要确信 你会被我打败 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让解放军知道 他一定会败的话 解放军会不会冒险 会蠢动 会嘛 所以他一定要让 取得习近平的信任 必败的信任 这个事情 他才不敢冒险 对 这是他第一任务 第一任务 他要 那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刚刚讲的 备战这件事情 其实是配合着军事的作为 跟演习 各种的 各种中间互动沟通的过程当中 让你知道 你完全没有机会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让敌方相信你 敌方确信你的能力是存在的 对 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 我们看不懂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失败了 因为你会不相信 还是硬搞 对 那我一定把你搞掉 他说我就做好战斗准备 而且取得胜利 对 他就是但是给你干了嘛 那第二点 第二件事情 在全世界来看美军的话 你不要怀疑 因为美军是全世界最会打仗的 最爱打仗的部队 他们最爱打 所以我刚刚讲 第一件事情是最重要 就是美军用它的威吓力 完成了它的备战的人力 然后更重要的是取得习近平的信任 让你不敢动 让你没有根本不敢动的可能性 从念头上就把它丧失掉 这才是备战的定义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弊 对 所以我们因为当赖清德 当我们柯文哲这些总统候选人 在谈备战两个字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印太司令的这一段话 作为详细的叙述 才能够完整的让台湾的国民了解 对 是因为他有看到这些东西 不敢动了 对 这才有意义的备战 否则会变成口号式的发言 而且他也讲说 这个战争不会像俄物 不会像普丁认为的 这个像俄物战争一下就结束掉 会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是你在台湾没完没了 还是你在中国没完没了 我现在讲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目前西方 就北约 美国维持的北约 要准备对俄罗斯的战场上的最后的终极目标 他们的战略目标设定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他们要设定到要全面性的胜利 然后要让俄罗斯无核化 要把俄罗斯的核弹全部把他一次把解决掉 让你丧失 发动核战的人力 这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目标 那如果说相同的逻辑的话 他会对中国 一样啊 你要敢打 我一定打到这个结果才有意义啊 否则的话你随时可以拿这个 反扑 你用核威射嘛 核威射永远存在的话 你就会蠢动嘛 他现在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把你的核威射彻底解除掉 你根本没有威胁欧洲的能力嘛 这是最根本解决 他不打到根本解决的话 他发动战争没有意义啊 他去应战 花那么多钱根本没有意义啊 所以他目前对俄罗斯的这个例子 特别提到俄乌战争嘛 他会跟你讲 如果你打了结果的话 我会把你打到什么程度 否则我也不会停啊 因为这不是说 不是中方的解放军的意愿问题啊 是我一旦应战的话 我不打到我的战略目标的话 我们这个作战就变成 没有意义了嘛 所以这是对大国战争的一个 终极目标的设定问题 所以他这里面交代 引用俄乌战争是有意义的事 好 所以挺会 刚讲的 现在应战司令阿基里诺讲这个话 真的像乌总所说的 他第一个是威吓 让你不敢轻取妄动 连作战的念头都没有 你敢轻取妄动 我不是说只把你打回去 我要把你打回解放前 而且现在美国还做一件事情 他已经在兼闭倾眼 他在清理哪里 他在清理关岛 清理关岛才发现 中国已经偷偷进来了 对 因为美国从俄乌战争当中发现到 其实俄罗斯要发动攻击之前 他都是会先破坏 用网路系统的方式 破坏对方的所有的相关 包含基础设施 电力系统 电信系统 银行系统 金融系统 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 网路电子在 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正在做一件事情 开始扫除清除 他自己的目前来讲 包含整个太平洋地区 因为阿基里诺他本来就是印太司令的 这样的一个总指挥官嘛 那包含前线来讲有关岛 然后后面来讲的话 包含在加州 第三舰队的所在地 所有地方 全部包含美国的 所有政府机构 都在清扫所有的 所有的电子系统当中 资讯系统当中 有没有存在中国的骇客 或是存在中国的相关的间谍系统 在里面存在 而且他们现在是找微软 帮他们清理 是 微软帮他们解读啊 因为变成在很多的代码 或是密码 很多东西非常专业的东西 后来竟然在关岛发现了 所谓的代号是福特台风的 这样一个代号 福特台风 福特台风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来讲 都是中共的情报系统 而且是他们发现到这个东西 背后是由中国政府 所支持的团体来进行的发动的 而且他常常是潜在里面 但这些东西呢 专门针对哪些呢 他发现到说在通信系统 天然气系统 电力系统 还有基础设施系统上面 都有发现到他们的中机存在 但是就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东西他不仅仅只在关岛 因为他可能要收集相关的港口数据 是整个太平洋的 他可能会透过关岛 跑到夏娃瑜 或是跑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些东西又跟五眼联盟的 这个情报系统又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来讲非常棘手的原因 因为这个事情被纽约时报 所披露出来的原因主要是 你说中国已经在关岛放了木马城市 或者是放了如虫 反正我就已经放了暗装 这个暗装叫做福特风暴 它是随时在战争的时候 我要让整个关岛全面停止的 是 那包含这个所有的军事机率 因为你知道所有港口的相关的设施 还有相关的这个指挥体系来讲的话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海军嘛 空军嘛这些东西 那这些会透过关岛再拓展到其他地方 所以他不是只有针对关岛 那拓展到其他地方去 其实最大的目的纽约时报讲说是针对台湾来的 那为什么是针对台湾来的 因为你必须要先把后面破坏掉之后 让美国没办法去驰援台湾嘛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来讲他认为中共都已经早就在 很多美国的机构在潜伏在里面 透过他一个系统 透过这样一个资讯系统 然后呢来 适时的去窃取美国的相关的情报资讯 然后因为他们认为说中共的做法跟 这个俄罗斯不太一样 他讲的非常清楚 他说中共的做法就是收集情报 了解判定情势之后才会真正的动手 但是俄罗斯是搞不清楚状况拿着动手 然后所以他们说两边的文化不太一样 所以中国来讲的话就是在 所有的太平洋相关机构 所以阿基尼洛其实都在做一个动作 叫做威吓中国 说我发现到你了 其实像这种讯息来讲 也是刻意发布出来告诉中国说 美国抓到了 抓到你不要再气势妄动 你这样我做什么事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我也就找微软来帮忙解读 然后所有东西都 而且他不是只有微软 是微软加上美国的情报系统 一起来做这些事情了 所以显然也是在警告中国说 我已经抓到你在我这边放什么 木马城市后门城市等等之类 不管做这些 加上最近很多的事情 包含商务部长是不是跟他们的一些 这个交流的关系 事实上都很多受挫 所以现在显然来讲的话 中美关系还是停留在那个停滞的阶段 所以该讲是 今天超级中马竟然进行运补 进行运补竟然干嘛 去补给恶爱恶的免疫舰 你说这个太挑衅了 对 这个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威胁 你说 尼米兹雷根号 这个是明 明的我有两艘航空补剑 我压着你打 对 可是暗中我有个更可怕的 灭国神器就在中国的家门口 而且这次的G7的会议里面来说 其实结论很简单 就是对中国它下了一个结界 什么结界呢 结界 他们说反对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的状况 如果中国任何作为的时候 美国跟所有G7的国家 不会坐视不离嘛 所以简单 你中国真的敢打的话 美国或是G7的国家会有所回应 所以台湾问题不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不是两岸问题 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 对好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没在跟你客气 要秀秀muscle给你看嘛 所以我们这次G7的过程里面来说 中国也知道你要开始G7 你拜登要来 他在G7开会之前 他先绕了日本一周 但是绕完他就赶快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两台航空母舰来了 第一个 横须贺来到的 这个雷根号来到了横须贺 再来就是李米兹号来到了左士堡 我们知道左士堡就是控制 为什么左士堡非常重要 抱歉 左士堡是东乡平巴朗 他盖了一个港口 东乡平巴朗 对他盖了港口 为什么他选这个地方 第一个 他是可以扼住整个中国的 这个黄海和东海的这个地方 你看 上海其实距离他非常非常近 所以他整个出海之后 他大概可以控制 整个中国的半边 所以说打赢 日俄海战的东乡平巴朗 对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航空母舰的 灭国神器在这个地方 那你根本不用讲 美国很刻意哦 他在G7开的第一天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缅英号的这个二亥二级的航空 这个所谓潜水艇 他航行到了菲律宾海这边 那跟我们这个超级海中码的CH-53E 进行一个运补 他还可以公布这个照片 还可以公布影片 就在G7开会的第一天 所以告诉你什么 因为他这次之前就已经运补完 但他特意在这个时候公布 那告诉你什么 缅英号他是灭国神器 他可以搭载核子武器的 他有战斧巡异飞弹可以搭载核弹头了 他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而且为什么很紧张 好像他4月18号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吗 美国日本跟韩国的这个相关海军 他们在这个地方 校跃过缅英号之后 他现在已经来到了菲律宾海这个地方 而且他告诉你什么 我根本不需要港口 我不要停任何港口 不用停泊 我可以在空中直接运补之后 我在什么地方 你永远抓不到我的一个星星 而且收音局讲 这要从4月18号刚刚讲 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 跟南海海军的潜艇 指挥官 三方面同时出现的这个潜艰 就是缅英号 对 没错 他们在4月18号视察就是缅英号 我们不是讲吗 他们还让这个韩国的这个将领 去操作了这个缅英号 所以事实上这个代表了什么 美日还有这个韩国同盟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这个指标 好 那我们就讲 华盛顿宣言是说二爱二级的 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到了 那现在 现在他离开了这个关岛之后 就往福利宾海前进 难道他真的就要去镇海港了吗 他要来了吗 所以就讲嘛 事实上在局势宣言开会那天 美国海军就发了个文章 就说5月9号 事实上是5月9号 他们接受一个运捕的这个状况 好 那这个运捕到底有什么 什么特殊之处呢 如果你去看美国公布的这个照片 跟相关的影片的时候 这一台这个超级海中马 他是从普天间基地起飞 从琉球来的 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飞到这个地方跟这个免疫号两个进行一个运捕 运捕的过程美国只公布了一系列的影片 这影片里面说什么 这个海中马给了他一个黑色的箱子 黑色的箱子来说美国说这里面装的是子弹 就是说我们装的是相关的武器跟弹药 然后他拿了另外一个箱子回去给他 美国只有公布这一段 但是其他在做什么 他其实没跟你讲 但是告诉你 你看美国的这个指挥人讲得非常清楚 像这种垂直的运捕 可以使我们快速获得补给 这样使得我们持续的 想伤害美国本土的这个对手保持威吓 简单来说 我在什么地方 我随时可以补给 我根本不需要 我们知道 美国的核子动力潜艇 是下去之后 他如果不整补 他是根本不会上 他是上海给你看说 我现在人在这 你豹大 你看你要怎么样 所以这显然恫吓的意味是相当相当剧烈 因为我们知道 以前你要抓这个潜艇 你要把从港口抓 为什么现在 美国对于三峡港这么注意 因为中国的潜艇你要进出 你要从三峡港 所以三峡港其实所有的路线都被美国进 这边也台湾 不过得清清楚楚 现在民意界告诉你 我根本不用回港口 我在大海可以进行补给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 我们知道美国最近不是说吗 中国掌握了全世界非常多港口的资料 他也是想要 中国想要干嘛 他也想要知道你整补的讯号嘛 你在那里买了什么东西 搞不好你的航空船的潜艇在这个地方 他现在跟你讲 man 我们就直接这样整补 你根本连抓我都抓不到嘛 所以你说 这个是冲着中国掌握全世界港口而来的 当然是这样的啊 你看 市场免疫号我们就讲嘛 他可以搭这个三叉戟的 这个二型的这个飞弹 有24枚左右的这个三叉戟 他有洲际导弹 那这个原本就是你看 他可以搭载不同三种不同 这个当量的这个核弹头嘛 所以我们就讲 实际上他就是灭国神器 我们曾经讲过 他如果真的弹道飞弹全部打开 这个24枚的飞弹全部打往这个金正恩的话 北韩是被移为平地的 所以这样一艘 一艘就可能毁灭这个所谓北韩的这个 这个免疫号 他现在来到这个菲律宾海 已经我简单的来说了 原本他在关岛 关岛是第二岛链嘛 他现在往前进 往前进进入 他现在在第二岛链跟第一岛链之间 他到底会不会往前进 还是他真的没多久之后 就会出现在震海港出来 那我觉得对中国的震惑力道 那的确是越来越巨大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中国 美国是明着暗着全面的进行包围了 当然我们就讲吧 事实上这次美国也是 因为G7的会议里面来说 在广岛 广岛在这个地方 广岛在这个地方 很需要的雷根号 为什么他要在佐世保 因为广岛离佐世保 离广岛是相当相当近 而且这一次 连泽伦司机都来了嘛 所以他们显然要做好相关的 这个准备跟相关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两艘航空母舰 来到这个地方 的确是为了要保护拜登 而且这是9年以来 第一次有所谓 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 来到佐世保基地 未来会不会变成常态 我相信中国应该会非常非常注意 因为佐世保 离中国实在是太近的一个基地了 好那刚刚讲到的 所以这个全面包抄闪电航母 它不但是两大航母 它还有闪电航母 因为它最强的 伯克级的驱逐舰也来了 我就讲嘛 实际上中国怎么会没有作为呢 中国很简单 它已经有作为了 它有四艘 包括说像解放军的动武武型的 这个拉萨号 动武2D的这个驱逐舰的这个 贵阳号 动武4A的这个护卫舰 枣装号 还有动 903A的这个综合补给舰 太湖号 他们其实就已经 四月多就出发了 你看看这是日本他们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画面 他们从四月底就开始 已经穿越过对马海峡 所以为什么 左士堡就在这个地方 就你们穿越对马海峡 四月三十号 然后穿越到五月六号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五月十一号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之后就走了 为什么 他要赶在五月十一号 你这个G7开会之间 我就要先绕你一圈 那你就 我也是有guts的 我这样四台 我跟你绕了你一圈 所以你绕过我的对马海峡 我的左士堡基地 就放了航空补片 你就不敢来了 当然啦 你要我知道你要来 我当然先绕完 我四月三号就出 就绕过去了 然后五月六号绕过这个 中国海峡之后 然后往南走 就走了 就离开了 所以他也说 我也绕了你一圈啊 我也是很有guts啊 问题是你看 美国根本就没在管你 那雷根号在这个地方 左士堡的这个 空军基地里面 说有尼米兹号 现在还有这个 亚美利坚号 还有马金岛号 美国在 光是在西太平洋 就有四艘航空母舰 在这个地方 不然你是想要怎么样 那你跟我们讲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免疫号也在海底 那你说只有一台免疫号吗 搞不好有更多免疫号啊 所以我就讲 事实上美国 就先有个报导 你看 右岸的太平洋深处来说 美国的潜艇的眼睛 紧盯了中国 所以他不是让你 辅助水平就算了 对 他要让先人 进到你的所谓的 维吉尼亚籍的潜舰里面 对 没错 你看事实上的 报导里面来说 他讲 四个海军的潜艇 紧盯了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讲目前为止 可以搭载核战头的这个核子的 这个战略潜艇呢 其实一半都在西太平洋 那不止这样 还有核子的攻击潜艇 像这样 他们登上就是 这个维吉尼亚籍的 这个攻击潜艇 那就他就专门在猎杀 包括说船舰啊 包括猎杀潜艇的这个 他们就在对面看 那现在报导里面来说 你看美国讲得非常清楚嘛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潜艇部队 都在太平洋 49艘的攻击潜艇 有25艘驻扎在太平洋 所以我就讲 25艘一半的攻击潜艇在这个地方 核子战略潜艇也有一半在这个地方 所以告诉你 美国现在已经把 所有的核子武器潜艇武器 全部都放在西太平洋 这就是CNN派的画片 对他的那一部 对 没错 你看他还去看他的这个 弹药库嘛 他弹药库里面来说话 有非常多的鱼蕾战斗 弹床都拍了 对 村庄大市长 这拍出来干什么 抱歉这拍出来干什么 这拍出来其实要拍给 中国看的 说我们现在有一大堆这个 核子攻击潜艇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太过畅丘 我们随时都可能浮出水面 看着你中国海军的任何动态 董事长你说这次看到G7 不要看G7在说什么 你要看到美国在做什么 你不然这两艘航空母舰 直接压在中国的门口 更夸张的是 这个恶害恶的潜艇 让你浮出水面 然后透过超级海虫码来运捕 你说这个是非常强的恶意 这是非常强的攻击性动作 我觉得这个潜艇浮出水面的动作 在这个海中运捕这个 运捕 这个Operation 这个战术行动 是非常威吓性 非常特殊的一个行动 首先第一个这个高难度操作 高难度 但是在海里面还有海浪 对 它怎么样能够垂直 能够垂直起降 他们说光要找到都不容易了 它那个定位就很困难 它运捕非常高难度的东西 然后那个海水是有很大的 那个海浪是不断在浮动中间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你要知道 核子潜艇 它在全世界在寻溢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它除了回港以外 它很少有浮出水面的可能性 它基本上立宗的任务 它浮出水面干什么 因为核子潜艇它可以永远不要在 它永远不需要在水上有任务的 对 所以说它这个浮出来的原因是干什么 讲简单一点就是说 你知道我来了吗 所以它有把握老共或是说俄罗斯 或是说敌军所有的侦查能力 没有办法侦查到我这个核子潜艇 潜艇已经在这个位置 我才故意秀出来给你看 我已经到达 因为这个位置一定有意义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意义 对 它某一个意义里面 军事上一定有它的特殊的意义 可能是它的攻击点 或是它可能是拦截点 不知道是干什么 但是它不是莫名其妙 从海上找到一张朋友就给你看一下 就是他们有个海军将领讲 如果我的核子潜艇到你家的门口 你不是毫不知情 就是一筹莫战 这两个都会存在 因为很简单 绝对是毫不知情嘛 他如果知情 他怎么敢让你 他之前他就走掉了嘛 对不对 让你知道说 你没有能力能够征收到我的位置 对 然后第二个 我这个位置一定是特殊有意义的位置 或者某一个特殊条件 在我的军事作为上 让你有致命的威胁 我做这个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特殊 所以当它做出这种动作来的时候 所以那中国本身 你要看到中国的潜艇 中国潜艇也在发展核子潜艇 但它的核子潜艇 基本上因为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声音 声音的控制能力很低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 美军应该随时可以掌握 中共的每一艘核子潜艇 在海 在它每一个 在它所有的每一个 全世界的每一个位置的行动 他们形容说 中国的潜艇在海底下就像敲锣打鼓一样 对 声音是一个问题嘛 因为所以说我现在讲的意思说 那它这个动作的目的 当然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嘛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做这种严重的警告 在G7的时候 它想给它 想要带来给中国什么样的讯号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一定是G7这中间有它其他的一些的合作的意图 然后这个合作意图是让中国所不爽的东西嘛 那我根本 我基本上认为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大国关注亚洲的关注度 现在比以前要提高很多很多 然后其中他们谈到一个 这是有谈到的 就是台海的和平安全问题 那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 国际的一个重大主要议题了 而不是你中国所讲的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这个已经被全面推翻掉 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那它又什么它不能光靠 光靠几个人开会嘴巴打个嘴炮讲 那我告诉你给你 我告诉你一下 如果你不接受我这个说法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玩意就来了 我的潜见上面的核子武器 或是我的一些传统性的 传统性的攻击力量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就有能力打到什么程度 它已经非常清楚的这个deterrence 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威责力量 展现给解放军的当局知道 说他没有能力去阻挡这种事情 好 刚才讲到这个时刻 台湾也要进行了汉光演习 这汉光演习你说 这次非常特别 是美军顾问团来看我们汉光演习 不管是兵推或是任何的动作 是最多的一次 对 因为这次汉光兵推 39号兵推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我要讲三次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首次把所有俄乌战争参数 输入到这次汉光兵推 所有俄乌战争参数 因为你仔细去看回顾新闻37号跟38号 就是去年跟前年两次兵推都用纸上兵推 什么年代要纸上兵推 一般纸上兵推就是智库在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国军就有解释了 因为俄乌战争带来太多新的战争形态 无人机飙僵刺针 无人载具各式各样的 还有那种战场Uber Starlink 这些数据我们都没有嘛 所以这一次汉光兵推39号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开始以这样来做蓝图 我们来做所谓的汉光兵推 他讲说是五天四夜 24小时不停的全程进行 所以说就回过头来 变我们那个ZETOS兵推 那这个ZETOS兵推就是 跟美军现役在做兵推系统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可是有趣的是 有美军的系统 对 跟美军系统是完全对接的 好 那这个东西更有趣的事情是 发现我们这次的兵推 有大量的老美跑过来 过去在汉光兵推的时候 都有外国人 和外国大概十个人上下 就是美国退役的上将团 会有一组人来看 可是这次大概啦 初略估计大概有七十个人左右 哪里来了这么多七十个人 除了原本的美国退役上将团十位之外 第一个 第二个还来了一群 印太司令的军官团 他是现役的军官 另外还有一组他做什么 汉光的美军教练团 因为这个兵推好像七月要进入到 汉光军演 实战军演 老美那时候会派一组教官 来直接交实战兵 所以这些包含印太司令的军官 就是现役印太司令的 还有未来的美军教官团 看了这个兵推 他们听说啦 汉光军兵推好好跟国军开了一个检讨会 好好的讨论一下 未来要如何去加强 他们要干嘛 要你作战计划 在七月来好好操演一下 那这个东西呢 在整个汉光军兵推 我先跟大家讲 在这次电脑军推 假定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在夺岛的时候呢 是南北两端 中国一起夺岛 他不是直接就是硬着头皮 就选个地方 就南北夹击啊 南北两端 之前的CSIS说我二十四次 二十七次攻击二十四次 从南部开始 这次不是 是南北夹击 对 我们今天开始把参数调得非常非常困难 那在南北夹击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雄二雄三 各式反舰飞弹会有出炉 包含这个各式鱼叉 到最后呢 我们在进海的时候会进行布雷 可是结论跟CSIS一模一样 我们的反舰飞弹不够 我们的布雷舰不够 我们的火山布雷船也没有 所以在南跟北同时都会被中国做进行到两栖登陆成功的状况 上来了 对 所以美军在这个时候更加注意就是我们的后备战力 以及我们陆战打向战能力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在这次汉官兵推里面 其实坦白讲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只公布了一点点 在七月的十兵演练的时候呢 美军交换团就会针对刚刚那些兵队的所有种种 要求阿兵哥实地操演一下 美军把那一套完全弄到台湾 另外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呈现一个 原来在大致有一个联合作战演训中心 这个联合作战演训中心 里面有超级电脑 有大量的伺服器 可以连接个人电脑 而且看起来 我们是跟美国直接连线的 是 我跟你讲这就是所谓的ZTOS系统 这个ZTOS系统就跟美军是一模一样的系统 我们是直接把它移植过来的 它里面是有一台超级电脑 内建三十六台伺服器 连接四百部个人电脑 这四百部个人电脑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它模拟个四百个作战单位的各个参谋 在个人电脑里面输入我的参数 在此时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干嘛干嘛 然后所有的四百个等于作战单位 会连接到这台超级电脑里面 那这台超级电脑其实就是所谓ZTOS的 这个所谓的运算核心 还把所有参数灌进去之后 来跑出一个模拟的结果 那跟美国去做连线的原因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要让老北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状况 而且它里面有二十三个兵棋软体 是什么意思 要隔开啊 我们跟陆军海混在一起 我不能互相知道我们要干嘛 我怎么不能说在那边 然后跟以前打CS一样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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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隔开嘛 然后呢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 包含外部的电子讯号全部保密嘛 所以汉官并率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 可是里面其实确实代表 台湾跟现代化作战的对接的开始 这个很重要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传续讯息是 我们台湾居然跟菲律宾在巴士海峡 共同演训 对 刚刚讲的是这种纸上电脑兵推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很多状况过去看不到 现在都开始 第一个台飞两国海巡舰巴士海峡秘密 一连训 这个讯息现在传出来了 很有趣的事情是 大家都知道 台湾跟菲律宾都在巴士海峡 是中国解放军要出第一岛列的重要 航道之一 北边公骨南边巴士 可是到底台湾跟菲律宾 打起仗来要怎么守 谁来守要怎么配合 竟然开始石兵演训 你看台飞两国海巡舰巴士海峡秘密连训 那我们的理由叫什么 互船 互渔 这东西都OK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美飞之前不是尖壁尖巨岩 尖壁尖巨岩 现在做出来的最新的讯息是什么 他们在尖壁尖巨岩的巨岩过程有什么 大量的受伤的操演 换句话说这个尖壁尖巨岩 不是单纯的打仗 他们是模拟到 真的打仗后 你看有人受众伤 要怎么后送 要怎么急救 要怎么护送 这是一整套的军演 所以连美飞也在为 整个台海之间的战争 来去做准备 可能发生了冲突 来去做准备 之前我们就讲到 华盛顿宣言 然后呢今天 俄亥俄的潜艦 可以放在了正海港 而且他们讲喔 他说我不是只有俄亥俄的潜艦喔 美国的军需物资 如果朝鲜蠢动的话 将会一批一批的来 所以不是有 就是很多都会来 而且可怕在哪里 你说这个在釜山 这个地方只是障岩法 最可怕的是在台湾 最可怕的是菲律宾 他其实都部署了 不但部署了 我还怕你不知道 对 怎么怕你不知道 我干脆就把日本 韩国 这些的潜艇指挥官 全部 让你参观潜艇 而且未来呢 美国在遏止所谓 中国或遏止北韩的时候 他最重要要用什么 要用核子武器 特别在这个 在这个釜山港这个地方 我的二亥二洲集的 这个潜水艇 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呢 这是核武器 但是如果你后面 没有人在保护你 这个核 这个所谓核子动力 潜艇的时候那怎么办 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 后面 他还有五艘 攻击型的核子动力潜艇 还有五艘 还有五艘 藏住在关岛这个地方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 你要出第一岛链的时候 我这五艘核子攻击舰 我可以攻击你 真的如果你要靠近我 这个釜山港的 这次 这一艘二亥二洲集的时候 我可以派这五艘去攻击你 那美国目前 所以你第一说 这个二亥二的 已经是灭国神器了 刚才讲二亥二上面 所在的核弹头 可以把整个北韩 平壤瞬间让它摧毁 结果这个只是一个象征 这只是一个目标 后面还有五艘 一样的潜艇在后面 美国目前有六十八艘核潜艇 四十一艘是 跪太平洋舰队所有 占美国的线百分之六十 所以等于是美国未来 会用核子潜艇 包括说战略型的 或是攻击型的 就放在这个地方 让你中国根本出不了第一岛链 而且我第一个时间 我觉得我可以攻击你的潜艇 我可以攻击你的船只 我可以用灭国神器去摧毁你的国家 这就是美国在应对 目前朝鲜局势 还有中国局势的最新的想法 是 以前曾经讲过 一个二亥二的潜艇 已经是灭国神器了 放个五六艘过来 对 所以你看 美国最近的时候 又放出了一个照片 我们知道 不是刚签这个华盛顿宣言吗 结果你看 美国就丢出这个照片 你看 这是韩联社发的 他说韩国 美国 还有日本的潜艇指挥官 上个月动成搭采这个 美国的战略的这个核潜艇啊 你说在华盛顿宣言之前 美国 日本 韩国的指挥官 已经参观过二亥二了 那这是4月18号 他们就去参观了 4月18号的时候 他们到哪个地方呢 是美 美 这个所谓 韩国还有日本呢 他们相关的潜艇的相关的司令 还有他们相关的操作人员 他们去造访关岛基地 那他们也搭上了二亥二州籍的 但是他不是 他是代表叫免疫号 他们上去里面参观 那上去参观的时候 保洁你看 这就是他们的合照 这就是韩国的指挥官 那是美军二亥二州 这个免疫号的指挥官 然后这是日本的这个指挥官 那这是这个海军的少将 海军少将 对 当地美国的这个少将 他们一起拍照的这个照片 那除了这个拍照片之外 你看 这是韩国的指挥官 他在听这个美军的简报 还在介绍 怎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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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接下来这张照片最有意思了 这张照片就是 海军的这个潜艇司令 韩国的海军潜艇司令 李狩猎 他在开着这个 就象征性的开着潜望镜 表示他来到这个地方 他还让你碰潜望镜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保洁少将 一次让日本的这个 自卫队的这个军官 登上免疫号 或登上二亥二州籍 战略灭国神器不是第一次 但是呢 韩国是第一次 他等于是第一次来到了 美国的重中之重的灭国神器里面来参观 韩国第一次 对 第一次来参观 所以你说 是美国第一次对韩国表达一个完全信任的态度 对 也就是说我真的让你看 我要 因为我要布在你的这个基地里面 所以我要让你知道我这怎么弄 而且要做什么呢 未来搞不好呢 他们可以共同要合作操作这些前进 这都有可能 所以你知道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个动作 不是 美国也太故意了吧 当然故意啊 我不是嘴巴说说 我的指挥官都已经进到里面 而且我都已经让你参观过 而且昨天还不是讲吗 现在在台湾 而且是日本跟韩国 C4 ISRA 等于说我的战场管理 战场地图 战场的指挥通信管理 控制 对 全部都是同一套 好 听说他们还参观了相关的这个战 武器的相关的配置 我们就曾经讲过嘛 这所谓二二二级的这个潜艇里面来说 他有所谓三叉级的这个飞弹 然后他还可以前面可以搭载 所谓战术的核战头 W76-2的这个核战头 所以他们也看过了里面的相关的武器的 相关的层次 那你看最后知道说 事实上这一次美国 刻意的释出这些照片的用意在什么地方 当然就告诉你 美军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而且美军准备把这个核保护伞 部署到西太平洋 甚至是到韩国的国内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们的潜艇大队的指挥官 也完全不演了 也都浮上台面了 对 他就直接给你看 我就已经来到 关岛来到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对 好 那我们就讲 像美国目前为止来说话 你看 这是朝鲜日报的中文版 他说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不是有G7吗 G7接下来一段时间在广岛开 广岛因为广岛距离辅差还蛮近的 所以他们准备第一次 就在G7的时候 核潜天就要开往朝鲜半岛 就要停在釜山港 所以这是第一次 所以也就是说 要停在釜山港 对 因为拜登在 拜登在广岛嘛 那我们停在釜山港很近啊 穿在核武装 而且他说会真的载着武器过去的 他会载什么 他会载可能听说是满载 24枚的这个三叉戟 那里面每一枚可以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弹头 大概有四枚 所以他等于说满载这个过去 在这个地方守护着你 而且我刚才讲嘛 在这个灌岛这边 还有五艘的所谓攻击的潜艇 所以等于是 这一次呢 美国是做这个 趁着这个G7的会议呢 第一次来到了釜山港 而且刚才讲说 现在一枚的三叉戟 配合那个导弹头 就可以把那个金正恩 他所有的设施 对 移为平定 对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你看 这个美国除了这个二二级的 这个潜艇可能要到韩国去 我刚才不是说吗 他目前为止来说 我派了五艘 你看这五艘什么 洛杉矶级的这个里面呢 就有五艘 这快速攻击艇 快速攻击艇 你要做什么呢 他其实没有办法搭载 所谓的核弹头 但他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你看 他有什么 这个繁潜的鱼雷啦 还有包括说像 可以有战斧巡地飞弹的发射系统 还有鱼叉飞弹 他有MK鱼雷耶 MK48很可怕 对 所以他做什么 他做的就是要攻击你 如果真的你 如果真的假设这一艘船 在这个地方 你要攻击我的话 我这潜艇过去 可以把你的 这个你的潜水艇要攻击我的 还有包括说你的这个船 这要攻击我 我全部都可以把你打掉 因为在环台北洋巡院里面 曾经做过一个炸船的演练 炸船演练 我从上到下 狂轰滥炸 对 那个派体集合潜艇 其实存在的喔 是 最后把他真的打成的 就是MK48的反潜鱼雷 对 就这个反潜鱼雷 目前 哎 中国的战舰 没有一艘抵挡的了的 对 所以他就 你说你有空中巨子 我用海底这样子靠近你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那美国是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 现在美国越来越不严 除了之前呢 他可能在 他现在已经要公开的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 釜山港去 之前不是有在 二害二级的内华达 曾经在停到关岛 你看 这一次免疫他又去了 所以到底有几艘在这个地方 大家不知道 那你看 这个美国之前的 这个所谓国家安供中心就说 我们可以把一百多头的核弹头 放在你的家门口 但是你却浑然不知 现在中国就是感受到这个压力 所以我不是讲吗 这一次何等重要的核子武器 来到了南韩 中国 朝鲜 还有俄罗斯 这一次连话都不敢说 而且师徒 我听你讲一个 我才恍然大悟 你说在这个地方 你放在釜山 或者放在镇海港 那有点宣示的作用 因为那个海水没有很深 你其实浅见进去 处处很容易发现 可是你说 居然全世界 你以前是空军的 你对这个海陆也非常熟悉 你说居然 台湾最好 这个附近 最好的浅见基地 竟然在我们的苏澳 都帮我看这张图 因为你只要一离开苏澳 是 马上进到深水区 你只要一离开苏澳港 你完全就 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没错 事实上在中国的战略思考里面也是这样 他们拿下台湾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湾有苏澳港 苏澳港这边呢 只能浅见在这个地方 一下去之后 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一路开到美国去 他都没有人会发现 因为这边的海是相当的深 你根本就察觉不了 你说我一出去就六千公尺了 对 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啊 我们国军也是在苏澳港 有布满了非常多的武器 这是苏澳港 苏澳港其实非常有意思 你看他旁边有山在把他围住 他的港口在里面 所以他其实是易守难攻的一个港口 好 那里面来说 目前我们说 包括基隆级的这个驱逐舰 然后包括说诺克斯级的这个巡防舰 派里级的巡防舰 还有纪德级的驱逐舰 我们目前为止 全部的重心都摆在这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是很担心说 真的中国侵略的时候 他有可能要 会攻击这个所谓的苏澳军港 那我们知道 这个港口呢 如果美军未来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呢 如果假设他停到这附近呢 所以要跟大家讲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外来可能的发展 好 那另外就是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现在总的讲的 MQ-9提前弄到台湾 MQ-9你说最关键就是 当MQ-9来了以后 我们跟美国的星链 跟美国的卫星 跟美国所有的指挥系统 就代表全部连上线了 没错 我们MQ-9来说的话 2025年会完成合约嘛 那有四架MQ-9的无人机 还有两座的这个地面控制站 那未来 地面控制站 那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呢 就是让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接收范围 会更加宽广 那为什么要这个东西 主要当然是要跟美国的 指挥通行系统完全连接上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F-16V里面 就有所谓Link-16 Link-16是可以连接上的 但是如果你还有MQ-9的话 可以把更多的资料完全上链 那为什么要上链 那美军在这个地方来说 在以我们台湾附近来说的话 它关岛有非常多基地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 南海这个地方 有所谓的萨德系统 在台湾有乐山雷达 在日本还有非常多雷达 如果透过这些所谓的Link-16 或是说MQ-9这些 把完全的资料链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这个对台湾的作战能力 情报能力更加提升 所以鲁德就说 他说其实要让台美两个军事 能够共同操作同一个系统 要共同作战 这就是美国 为什么要卖给我们MQ-9最大的原因 知道 我们知道 现在在西太平洋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 对决的其实非常紧张 可是从奥斯汀讲也太可怕了 第一个 现在美国要进入到 它有史以来最高的军事预算 美国军事预算已经全世界最高了 它现在还要更多 另外是奥斯汀讲 我现在要加大在太平洋的投资部位 要扩大的演习规模 我要再造九艘战舰 我要投资潜舰 我还有两艘维基尼亚的攻击潜舰 钱很可怕 对 所以他一次要要多少钱 要25.6兆台币 所以状况是这样 因为这次要太多太多的钱了 所以大家都要去国会讲清楚 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钱 奥斯汀美国国安部部长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要连续新建九艘战舰 还要盖潜舰基地 还要买维吉尼亚籍的攻击潜舰 还有哥伦比亚籍的战略潜舰 还有极速武器 扩大美国国防生产工业等等之类的 所以请给我25兆 所以对于美国 潜舰已经够多了 潜舰已经够强了 还要再加强 对 所以这奥斯汀的强法 可是密利的讲法是更夸张 密利更赤裸 密利直接说什么 密利说没办法 这是美国首次同时要面对 两个拥有核弹的国家的威胁 中国跟俄罗斯 对 简单讲 密利讲百话文嘛 我们一次打两个嘛 你钱要不要给多一点 以前打一个 现在打两个嘛 而且密利说 这25.6兆台币的金费 是要确保美国部队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军队 他特别给个指标 最具杀伤力 对 他特别给个指标 什么叫指标呢 60%的现役部队可以在30天之内打仗 10%的现役部队可以在96小时之内打仗 就是6小时其实就是4天的状况 可是问题是 美军现在是140万的美军 你要知道10%可以在4天之内打仗 就是14万的军力 美军大概96小时之内 这非常非常夸张 就是我们刚刚一路讨论一下 即便台海战役打仗 4天之内 10几万的美军可以投入这个战场 是非常非常快的状况嘛 而且美军还有一支军队 或者说一批军力 是随时处在24小时待命的 而且就在我们台湾的周遭 现在就准备打仗 是什么东西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右边这个电视墙是 随时美军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 这个各大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各大军舰的这个 的位置图 现在刚刚谈嘛 台海不是很危机吗 蔡英文去美国嘛 随时要盯紧走口 对不对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周遭四艘航空母舰都在这边 尼米兹在韩国的辅商港 雷根号在这个所谓的横须赫港 马金岛跟美利坚号 这叫两栖都是闪电航母啦 在日本海的附近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都... 雷根号 美利坚号 尼米兹号 还有这个所谓的马金号的 马金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驱逐舰 对 马金号的闪电航母也都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台湾 周遭在整个台湾北方 是有四艘航空母舰群 在这边去做standby 请问你老公如果动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动 随时可以动 这就是我刚刚谈的 60%的现役部队是在30天内打仗 10%是在96小时内打仗 然后有四艘航空母舰是随时准备打仗 就在这边我盯着北韩盯着所谓中国 看你要搞什么东西嘛 所以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我光是在这边是不够 共同社刚刚报导独假 下周美国 日本 韩国要去做军演 下周为什么去去 就是蔡英文的整个访团 最热烈的时候 要回到洛杉矶的时候 有这么紧张吗 要被已经出去过了吗 不是啦 因为首在纽约 纽约庞贝奥的小咖 大咖是到洛杉矶的时候 麦肯锡 对 见到麦肯锡的时候 怕老公搞一些怪招 所以美国 日本 韩国 共同社报导 下周要去演 就在这边 然后在整个北台湾 台湾的北边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热闹 所以刚刚保杰哥你开场说的对 我们马照跑 舞照跳 但是 其实很危机 好 听话 我朋友过着太平岁月 我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 就刚刚讲 旁边现在全部警戒 第一个刚刚讲 台湾的特战部队 台湾的警备部队 全部全面警戒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 台湾周五昭居然 四张核空母舰在随时待命 还有美军现在 静态司令部的所谓的情报中心 全部 全部从卫星到无人机 到所有东西 全面在监控这个区域范围 有这么严重吗 还有 今天黄崩孝讲说 原来你进到台湾海峡 我不是只有说 我有两百公里 一百公里 台湾海峡牵险 是我台湾海峡的周边 水很浅 水很浅 你重型船只进不来 重型船不进来 你要换成那个换艇 第二个是 我没有想到 萧波快这么有用 其实他要讲的意思 黄沛孝要讲的意思是说 台湾其实附近来讲的话 中共它是没有所谓的 登陆作战的能力 他要讲的是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 现在因为 陪洛西 上一次陪洛西到台湾来的事情 让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脸拉不下来 他们一定要做一些动作 在蔡英文见到麦卡锡的时候 他们下不了台 对 他们下不了台 那个中国人就是死要面者 不过我们有一个人子在那边 就马英九不是在那边吗 就把他抓起来就好了不是吗 但问题是说 他干来不会这么干 他就是如果说真的要亲台的话 为什么这几天来讲的话 美军都注意到一个动态 就是说 中共的军事演习 在南海没有错 高达38天 这是不寻常的事情 然后他会不会随时演习 他在南海38天军事演习 对 38天军演 但是这个 因为他可能会配合到 美国跟菲律宾在四月中开始的 肩并肩人演习 而那个肩并肩人演习 有17600多名的士兵会参加 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但是刚刚正好有提到了 美国周边都在备战的原因是 因为这几天来讲的话 你看到美国应该司令部的 不管是空军的司令官 或者是海军司令官 所以司令官都讲说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已经准备好应战了 那什么意思呢 他就在怕说 蔡英文到美国访问的过程当中 中共解放军不知道搞什么鬼 故意给你 弄一个小规模的什么冲突 或是小规模的一个战争 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 所以他们一直在嚇阻解放军 说你不要切举妄斗 千万不能切举妄斗 所以这个 为什么他一直在讲说 已经做好准备的原因在这里 那不要小看 因为美军在日本有 中国真的敢蠢斗吗 但是美军在日本有五万多名 在朝鲜半岛有三万多名 那整个在印太地区来讲的话 印太司令部所拐权 三十多万多名的 等于说在美军当中 是最大规模的震压在这地方 刚刚也看到四个 两个航母作战群 两个两栖作战群 全部都在这边 那在这里来讲的话 强大的压力压着解放军 他也喘不过气来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解放军很想给蔡英文一个教训 但是问题是说 他现在美国大军压阵的话 反而还可以避免 这个战争的发生 所以 我们刚才提到 还有个人子在对岸 你说解放军 真的很想给蔡英文教训 是很想给他教训 但是问题是 他找不到借口 小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低调 低调 你看低调 但是美国一直在高调 高调 是美国要高调 是美国要高调的 但是小英在低调 那问题是说 那个 比如说 记者会的事情 延后 为什么要延后 或者是取消 这一定是跟当中 是有很多因素的 那老共现在是走一步 算一步 因为他在推敲说 到底你要用什么方式 建麦卡席 你是用高调的方式 那你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麦卡席 本来是规划 4月是要来台湾的 现在小英是为了避免 你来了之后 引爆了两岸之间的 这种紧张作用 所以人过去了 人家在美国的领土境内 去建制他的国会议长 这样也不行 那你如果说 还要再出兵的话 那真的是 我说真的 这个已经说不过去了 所以现在老美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用大军压阵的方式 避免你存储运动 但是如果你真的敢动的话 不好意思 台湾跟美国这边 已经做好准备了 嗯